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劍與劍草的入門認識 我們在這個劍,我們一般在五金零件裡面是很常看到這類的零件 各位清楚的知道說,我們劍到底有什麼用處嗎? 這邊我們就會入門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劍是怎麼去使用它的 一般我們的劍比較常看到像畫面上這樣子 有平件,或者是像這種有單元件雙元件 甚至有的劍會有鑽孔或者是公牙的形式 今天會以入門的方式來帶大家認識 以及說我們的劍草有什麼樣的功能 其實劍我們大致上可以分成兩個形式 一個是用來做一個傳動的 所以我們很常在軸心上會看到 傳動的話就會有抗減的力量 以及說我們會用在定位用 這裡我們要怎麼去認識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首先呢,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平件的規格 那這裡呢,平件一般它的尺寸呢 它都是一個固定的 我們從設計便檔或者是件的尺寸的規格表 我們都可以看出來 那當然有一些特殊的形式呢 可能廠商也會有製作 那這邊我們就詢問一下相關的供應商 我們就可以得到資訊 那首先呢,我們的平... 平件會比較常用在哪裡呢? 那這邊呢,我們有可能會用在的是新軸上面 好像,我們如果有兩個新軸呢 我們必須要做傳動 那它可能是要搭配的一個旋轉的運動 那這時候呢,我們就會運用劍槽的方式呢 我們來畫面上示一下 來給大家看一下 運用劍槽的方式 讓這兩個呢,變成是一個固定的 所以當我們中間做旋轉的時候 外面這個零件也會跟著做旋轉 這樣子給各位示意一下 那這個劍呢,就扮演著一個傳動的角色 所以我們看到畫面上這樣子 它這樣的傳動的時候呢 這個劍呢,所承受的是簡力 所以一般呢,我們就是 比較常看到的劍呢,是用這種形式的 那這裡呢,給大家去認識跟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就是單元劍以及它的劍槽 那單元劍呢,跟我們剛剛前面所介紹的 平件不同的地方在於說 它有一邊呢,是一個圓形的 那這個用意是什麼呢 我們各位看一下這個新手 那這個用意在於說 我們在加工的時候呢 我們這邊如果要加工成一直線的話 基本上是非常困難的 因為像這樣的一個零件呢 我們一般都是用洗床 那我們會使用端洗刀 端洗刀是圓的 那我們從這個方向洗過去之後 這個地方往往都有一個圓弧 所以單元劍的用意就在這裡 那像另一個傳動劍呢 像假設它是一個皮帶輪 那這個劍槽呢 我們一般都會做貫穿的 很少是做沒有貫穿 因為這樣子架控也是比較困難的 那這樣的貫穿呢 我們可以用拉刀 把它做一個拉刀成型 就可以做出這樣的一個劍槽 所以呢它的用意一樣 它是做一個傳動的一個零件 所以呢我們會先把這個劍呢 放進新軸裡面 然後另一個零件再過來 把它插進來 那這個呢 一般我們比較常看到的是 馬達類的零件呢 我們會看到 我們馬達有一個出力的新軸 那一般出力的新軸呢 往往都會做成這樣一個形式 它可能一邊呢 是單元的 一邊是平的 所以我們在加工的時候 會比較輕鬆 那這個地方 我們一般會做一個 可能是齒輪 或者是呢 是一個皮帶輪 這樣子做一個裝備 那所以馬達會帶動這個零件 做一個旋轉 好一樣 這個劍呢 它也是承受簡力的一個方向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雙元件 那雙元件呢 它就是兩邊都是一個圓弧的 那這個用意一樣呢 我們在加工上 假設這個零件 這個新軸呢 我們是用洗床做加工 那洗床的話 我們一般會用端洗刀 那端洗刀在洗過去的時候呢 往往兩邊都會有圓弧 除非你一邊做貫穿的 它還是直的 那如果你的需求呢 是不想要貫穿的話 往往兩邊有圓弧的時候呢 我們就需要用到雙元件 那雙元件一樣 像我們比較常看到的 它會用在馬達的出力軸 好像有一些馬達出力軸呢 是用單元件 那有的是用雙元件 這些都是有的 那我們看到 我們在使用的時候呢 我們是把 一樣是把劍草放進新軸 然後另一個零件再把它放進來 那這個有可能是齒輪 或者是皮帶輪 那我給各位看一下它的半剖面 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一定 這邊不一定要接觸到 因為我們馬達呢 在傳動的時候 它所承受的是減力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只要減力呢 它所承受的力量是足夠的話 基本上我們不用全部都有 這個劍草來去做一個支撐 有時候我們只需要用到 我們所需要的就可以了 這個方式也是OK的 那差別在於說 我們在這個地方 軸向呢 要把它限制住 不然這裡呢 會跑掉的 那這邊讓大家去認識 跟了解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劍草的定位 那我們一般劍草 除了用在傳動的簡力的方式以外呢 我們比較常用到的就是定位用 一般劍草呢 我們就是用在 假設我們有兩個零件要做組裝 它可能要做一個垂直的定位 或水平定位的時候呢 就會像畫面上這樣子 我們有一個主零件 那主零件我們就會做劍草的加工 那因為呢 劍草我們是加工的形式 所以往往都會有兩大形式 一個呢 是兩邊是圓的 那是因為端洗刀的關係 兩邊會有圓虎 另一個呢 就是做一個剖勾式了 直接用端洗刀 從頭洗到尾做貫穿 那它就會這樣的一個形式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到平件 那平件呢 它就是一個長條狀的 我們都可以 市面上都可以買得到它的規格 所以呢 我們有時候呢 會運用平件來做一個定位 假設這個底板呢 跟我們另外一個零件 要做一個 它可能要有水平的 我們組裝的時候 如果你只是單靠螺絲的話呢 我們一般鎖附起來的時候 因為螺絲在鎖的時候 它會有扭矩的力量 所以鎖下去之後 有可能在你鎖緊的過程 它就已經歪斜了 所以我們這時候 如果運用劍草的定位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 垂直度或水平度 給它定位起來 所以是相當方便的一個零件 它其實劍草呢 它是一個相當簡單 可是呢 使用上是會非常的 非常棒的一個設計 那這邊 除了這個瓶件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用雙元件的方式呢 來做定位 那意思都是一樣 我們可以洗垂直的水平的都可以 那我們就是在相對應的零件呢 一樣是做這個剖勾的方式 然後把我們的雙元件 或是瓶件放進來 放進來之後呢 我們兩個零件 我們就可以去做一個水平或水平的一個組裝 那這樣子呢 我們在對於組裝上是非常輕鬆 我們只要把它扣進去 那這樣子我們的垂直度或水平度 都達到我們要的 是很棒的一個設計 那這邊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劍與劍草的入門認識 那關於劍草的部分呢 各位可能會好奇說 那我們相對應的劍呢 我們的劍草呢 公差需要標注多少 以及說 我們的這個尺寸呢 要怎麼去給它呢 那其實這裡我們從設計變染 或是劍草的參考規格表裡面呢 我們都可以拿到參考 我們會看到有一個T1跟T2的一個尺寸 當然不一定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加工件 我們要怎麼去做一個裝備 一般我們的劍草呢 都會比較高一點 所以我們在組裝的時候呢 才不會說 有裝不進去的問題 那這邊因為沒有在 這個探討範圍內 所以沒有再講個更詳細 今天最主要是 入門來大家認識一下 劍草呢 到底要怎麼去使用 以及它有哪些形式 那最主要是這樣子告訴各位 那其實劍草呢 比較大多數人知道的呢 可能是運用在新軸上面 就是我們馬達出力端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組裝皮帶輪 或是齒輪等等這類的零件的時候呢 用在旋轉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劍草 那但其實呢 劍草它還有另外一個功用 就是拿來做定位用的 我們要做垂直定位或水平定位的時候 是相當好用的一個零件 有時候你可能在想你在設計的時候呢 你要垂直度要出來 到底要怎麼去設計它 往往都會想破頭 甚至有時候做出來的時候 因為功差或是變形的問題呢 導致沒有辦法達成我們要的垂直度或水平度 那這時候呢 我們可以運用劍草的輔助 那它的輔助呢 就可以我們在組裝的時候 更快速的做定位 而且呢 會相當輕鬆 在我們設計的時候也不會太困難 加工上也不會太困難 所以呢 劍草呢它其實是一個非常簡單 非常多元靈活度非常高的一個設計 那這邊呢 讓大家去參考一下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 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